说佛为什么不能成就 你放不下了 放下是什么 佛教我们 放下知主 放下分别 放下齐心动念 这是什么 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 真修啊 放下知主 是阿罗汉 放下分别 是菩萨 放下齐心动念 是佛陀 这是修学的 总纲领啊 不能不知道啊 那总纲领 用这个心 来修复 用这个心 来读诵 不谈研究 就是祖宗 真正 用这种心 老老实实 念无量寿音 念上一千遍 一天念舍遍 一年就三千遍了 就读书千遍 七一一字简 这个字简 开五了 没有大悟 有小悟 小悟就很难得 从小悟再提升到大悟 再提升到大车大悟 用多少年呢 年轻的 用十年 只要小悟出现了 继续不断地干十年 非常有可能 到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 就是明信见信的 六祖会能打死 大车大悟 佛门里面 发生菩萨 大车大悟 华严 原教 粗主义上 都是 在中国历史上 不少 展宗 一千七百条公案 就是一千七百个 大车大悟 每个朝代都有 那在我们现前呢 现前黄年族 老居士告诉我 他跟 徐云老和尚学长 万年他老人家告诉我 在我们这一代 学长的 一个开悟都没有 有几个少数 的产丁 没有开悟 往后 的产丁的也 越来越少了 这都不能不知道 那我们一定要 至少是小 那就要出来红法 就要讲解 阿 阿 讲解 要谦虚 阿 对 学佛这东西 包括在家出家 要恭敬 阿 要低姿态 尽量减少 障碍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要广结法语 阿 四字侯是别人 我们的目标 要向着这个方向 阿 在涅槃经里面说的 四字侯的明确定书 就是 你一点都没讲错 你讲的是佛的意思 由 维墨经福国评书 研发无畏 也是一教风险 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 也是表演 身教 身形 研究 那 所以这个 里面用了一个字 研 里面 有书 要研书嘛 研发无畏 如理如法的修行 犹如四字侯 阿 森兆大师 维墨经的诸解 说的是 四字侯 无畏 赢得 凡所言说 不畏 群写 一学 于四字侯 众受 下指 四字 四字 威蒙在众寿之上 如是受罚呢 故能广度诸有情 这是森兆大四书 下面是念老说的 且此广度有情之趣 这一句话 正是罚葬大怨之梗 阿弥陀佛 法四书的大怨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 就是为广度诸有情 就是为这个 帮助这些有情众生 能在一生当中 成佛 那他这个法门 妙极乐 那 阿弥陀佛 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为了接引众生 方法之妙 妙极了啊 怎样才能到极乐世界去 条件非常简单 你对西方极乐世界 你相信 一点怀疑都没有 西方真有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 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 这条件就去除了 这条件就去除了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幸愿之有无 偶尔佛大师说的 所以 你真相信 真想去 愿意去 这个条件就去除了 不是念佛多少 是有没有心愿 这就是能不能去 那念佛功夫前身呢 是另外一种事情 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品味 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 不是念佛多少 第十八月 神念佛神 是祖师告诉我们 灵命中时 一念神念都能往生 只要你去除幸愿 一生都没念过一句佛号 灵命中时念了一生 阿弥陀佛就能往生 念慧四句 幸愿 是等于说 拿到西方 极乐世界的前证 念佛呢 是入修 那入修当然 给你分班呢 你分在哪一班 那是念佛功夫前身 那是念佛功夫前身 念张四 太简单了 我们要好好地把它记住 所以 广度有情这一句 正是法藏大愿之梗 故运 四十八愿 愿愿 愿且是为众生也 总结到这一句 四十八愿 愿愿都是为众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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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